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这样的伸展 能够矫正我们的圆肩跟驼背 还能够疏解我们的肩颈痠痛喔 好 接下来我们将双臂回到耳朵旁边 我们接下来要增加难度喔 身体要向左右倾斜 各停留八拍 透过伸展的过程左右方向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的背部肌肉群得到放松 能够舒缓我们紧绷的肌肉 轻松地拉出先拟背 向左 做完这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在柔软度上面的增加 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的放松 是上班族一定要知道的动作喔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勾手运动 一只手往前倾斜前方伸直 另一只手将手臂往上勾 左右各停留八拍 这个动作做到让身体有点酸酸的感觉 那就代表你做对了喔 放松我们的肩膀肌肉群 在斜方肌 三角肌的伸展 舒缓 可以帮助我们长时间重物所造成的压力 让我们的肌肉可以透过这个动作得到放松 接下来我们做上勾手运动 手往上伸直后弯 另外一只手搭着手肘轻轻往下压 左右各停留八拍 记得一样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 你就做对了喔 这个动作可以放松我们的上臂肌肉群 帮助我们做上肢的拉伸 同时让我们的手臂及肩颈僵硬得到舒缓 那我们该如何使用精油调理呢 你可以选择对舒缓有帮助的精油 涂抹在我们的肩颈与手臂 来舒缓我们手肘关节上下的肌肉群 往上有二头三头肌延伸到我们的肩颈 往下有我们的前臂肌肉群到我们的晚关节处 记得把精油用起来 舒缓了就有好日子 记得每天伸展几分钟 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